路人皆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 勒布斯蜀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成语 这两个成语故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之间 又充斥着什么样的国恨家仇是非恩怨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 第七集 灭术降恶斗 起兵要杀司马昭的皇帝曹毛 最终还是被司马昭给杀死了 虽然司马昭用替罪羊给了天下一个交代 但他改朝换代的野心早已是路人皆知 然而在杀死皇帝曹毛后 司马昭并没有立即取而代之 而是又立了一个15岁的小皇帝做傀儡 因为司马昭知道时机还不成熟 接下来他要立即起兵去消灭蜀汉 一方面扩大魏国的版图 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声望 那么蜀国皇帝刘善这一次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蜀军的严密防守 司马昭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而司马昭为什么一定要首先攻打蜀国呢 南开大学教授孙力群先生 继续为您讲述 从司马到司马 第七集 灭蜀祥之道 灭蜀汉这是一件很大的事 司马昭有这个把握吗 我们现在看到 司马昭应该是周密的部署 做了很详尽的军事上的安排 那么他能够有这个决心 做这个打算 我觉得他是建筑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 有两个条件 使司马昭感觉到 他具备了灭蜀的机会 第一 蜀国和魏国可以说是世仇 从刘备在蜀汉建立之后 诸葛亮辅佐他的时候 就制定了这个北伐曹魏的一个战略方针 口号是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所以大家知道 诸葛亮是不一律的北伐 有所谓六书七山 诸葛亮在武藏元死了以后 继承诸葛亮北伐事业的是江围 江围应该说是诸葛亮之后的 蜀汉最重要的军事家 他很能打仗 他也像当年诸葛亮一样 不遗余力的北伐曹魏 有所谓九乏曹魏之说 所以大家想 从诸葛亮到江围 把北伐曹魏作为他的首要的战略方针 这样就造成了蜀汉的兵力 人力 物力 都集中在战争上去了 所以蜀汉的国力实际上是下降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与曹魏相比 蜀国是国贫民弱 你想连年的战争 给国家会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 当时蜀国的人口不到一百万 而曹魏的人口却达到了四百三十三万 所以你从这个魏蜀的力量对比 也能看出来双方的差距之大 更重要的 司马昭决定法蜀的第二个原因 是他看到了蜀国人才匮乏 没有一流的人才 但是蜀国又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也就是禁蜀必须得经汉中过间隔 才能到达成都平原 而大家知道 现在四川的北方 也是路程很艰险 那么在当时 这道天然屏障 是曹魏灭蜀的最大障碍 不过司马昭主意已定 景元三年 二百六十二年的冬天 司马昭就在一次朝廷大会上 公布了自己要灭蜀的打算 司马昭的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自从平定了诸葛旦叛乱之后 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现在打吴国 时机还不成熟 因为打吴国必须要造战船 而且那一个地方 地势很低 必须有水战 所以目前我们还不能实现打吴国的目的 而打这个蜀国 我分析他的军队最多不超过十万人 你看他这个数字后来被证明 估计的还是比较准的 而这不到十万人的军队呢 四万多是在成都附近 五万多呢 是由姜维指挥 而姜维呢 又主要在蜀汉的北部和曹魏交界的 那个踏中地区 踏中在现在甘肃的这个周曲一带 因为姜维始终垫着如何北伐 所以他的军队很大的一部分是在那个地区 所以司马昭说啊 如果我们第一能够牵制住姜维 就让他不能够回撤 回撤到汉中 回撤到建阁 然后呢 我们的军队在通过汉中 经过建阁 直到成都 成都只要一丢 蜀汉就灭亡了 所以你看在这个司马昭的分析当中啊 他提出了实际上是三点计划 第一 先逸后难 也就是 对吴国先放在一边 先打蜀汉 所以这是符合兵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的 第二呢 抓住了蜀汉的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江威 把他牵制住 让他不能够阻挡 曹魏的南下 不能够回救成都 这就等于把蜀汉 他成都给孤立了 第三 要发骑兵 一定要迅速的指导成都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目 司马昭消灭蜀汉的想法 一经公布 曾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但他却一再坚持 并以声东击西的策略 打造战船 造成攻打东吴的假将 同时以绝对优势的兵力 进军蜀汉 那么面对蜀汉山高路险的天然屏障 司马昭将如何进攻 他们能够突破蜀军经营几十年 263年的9月 可以说是震惊中国历史的 曹魏灭蜀汉的战争 正式开始 在他用兵的时候 分兵三路 我们看到他的周密之处 第一路由征锡将军 邓爱率领 三万军队 直奔 临陶 也就是现在 甘肃的临陶 当时叫狄道 到那去干什么 从那儿向南 向踏中 进军 然后和当时的姜维 相遇 牵制姜维 就你看曹魏的军队打你来了 你能跑吗 你一定去迎击 然后在这儿 把姜维的军队给困住 邓爱是曹魏的老将 很能打仗 所以派他去 司马昭是很放心的 第二路 雍州刺史 诸葛旭也率领三万军队 配合邓爱 去牵制姜维 也就是说 他抄姜维的后路 所以看起来 司马昭对姜维 是非常重视的 姜维的军队 如果是被控制以后 伐蜀汉成功了 就有一半了 第三路 由中会率领 十万大军 过秦陵 直奔汉中 因为汉中是属汉的北大门 过秦陵 由紫武谷 宝谷 邪谷 由秦陵的三条通道 一块进发 拿下汉中以后 再奔 建阁 再奔 成都 所以我们看到 他这三路军队 每一路都很关键 邓爱的 是拖住姜维 是吧 诸葛旭的呢 是断姜维的后路 中会的 是主力 直扑成都 于是军队出动 结果军队出动以后 并不是这么顺利 首先 牵制 姜维的 这个战略意图 没有成功 为什么呀 姜维是很聪明的 他一看 邓爱 正面 要打他 诸葛旭 后面 要拦截他 他就知道 你的大军 一定要 进成都 所以他赶忙 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迷惑魏军 然后迂回 直接 就占领了 建阁 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 姜维的这个 这个军事才能 是很高超的 等于他 一看这个军事布阵 他就知道 你曹魏究竟怎么打了 所以他马上 站住了 建阁 而建阁 大家知道 这是 成都的北大门 以这个地势奸贤 一夫党官 万夫 默开著称 所以当时 这个 朝廷 蜀汉朝廷 也派军队增援 姜维也到达了 这样就把 中会的这个 主力军 就拦截到了 建阁 以北 而建阁 又不是这么好 轻易攻下去 这时候 原来牵制 姜维的那个 邓爱的军队 也到达了 所以当时 就在建阁 就面临着 曹魏和蜀汉的 主力军队的决战 不过这个战局出现转机 是在 邓爱到达以后 邓爱观察了这个地势 感觉正面攻打 建阁 困难太大 于是 于是决定 带领一支军队 绕过建阁 走一条 走一条 没有人烟的小路 这就是 著名的 所谓的 阴平之路 七百里 这个路啊 就是 基本都是山 没有路 但是如果 走完了这七百里 那就等于是 绕过建阁了 直接可以到达 什么地方呢 就是成都以北的 江游 过了江游 就是缅竹 过了缅竹 就是成都平原 所以邓爱 当时已经是 67岁的 老将军了 他带着军队 就走这一条 没有人烟的小路 史书记载啊 当时在一座高山 往下走的时候 没有路 结果他用了毯子 把自己裹上 把武器先扔下去 然后从山上 从山上滚下来 可以说是十分危险 士兵一看 将领都这样 身先士卒 人们也就不顾艰险 从山上 一个一个的 往下走 所以这支骑兵 由于没有走建阁 直接 到了江游 江游的 蜀国守军 看到曹魏的军队 到达的时候 连想都没有想到 以为他们从天上 降下来的 所以很快 江游失手 邓爱率领军队 又到达了 这个 免主 一支骑兵 轻易地打开了 蜀汉的大门 蜀汉国都成都 危在旦夕 因为一旦 卫军突破免主 成都将无险和首 必定人献 而驻守免主的将领 正是一顾丞相 诸葛亮的死 那么诸葛亮的子孙们 将如何应战 后渡刘善 又会怎样面对曹魏大军呢 免主的守军 就是由诸葛亮的儿子 诸葛展 诸葛展 是坚守 邓爱派人给他送去了 降书 那个是你要投降 我们会封你为王的 这个诸葛展 坚决不投降 而且把这个曹魏的使者给杀掉了 最后是一场 这个血战 诸葛展战死 诸葛展的儿子 诸葛上 十几岁 也是非常的勇敢 冲到战场 这个最后战死 所以啊 诸葛亮 诸葛展 诸葛上 这个祖孙三代 为了蜀国 都做出了奉献 可谓是满门中烈 邓爱率军 攻下绵竹的时候 成都 已经是如囊中取物啊 为什么呀 是平原 而且 蜀汉的军队 大部分都在降格 所以这个成都的这个蜀汉朝廷啊 就乱成一团 这时候的这个后主刘善 就没了主意了 当时啊 他想了几个办法 一个办法 投降东吴 求得东吴的保护 一个办法 向南 退守南中 南中就是在这个成都南面啊 和这个云南贵州交界的 这么一个地区 那个地区啊 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多 他没主意 一会儿想去投靠吴国 一会儿想去南中躲避 这时候 朝中的老臣 光禄大富 乔州站出来了 乔州就说呀 如果我们要去投靠吴国 而吴国早晚也会被魏国所灭 也就被北方所灭 我们投靠吴国 我们这样就做了人家的这个 降臣了 投降人家了 如果我们再被 吴国将来再被北方灭掉 我们就第二次 做了降臣 所以我们的屈辱 有一次还不够吗 还让我们有两次屈辱吗 不可取 但是到了南中呢 那人生地不熟 在这个过程中 一旦有叛将 我们会面临着灭顶之灾 所以你看 投靠吴国不可取 投靠南中不保险 怎么办 这时候乔州 一语惊人 不打了 投降曹魏 所以这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 满朝大臣吴言语 从此乔州是老臣 他这个话 太震惊了 那次不抵抗 赶快投降 谁来决定这个事啊 刘善 他反复权衡 随后决定 投降 这个刘善呢 投降曹魏这个事啊 历史上 是有不同观点的 一种人认为 一种观点认为 你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抵抗就投降 你是懦夫 你是软骨头 不可取 所以刘善 是个投降派 正说明你昏庸无能 另外一种意见呢 我们大家看 是不是可以商量 就是说 刘善自己知道 咱们蜀汉的力量 比曹魏 差得太远 我们跟他硬拼 以软鸡石 最后受伤害的呢 还是老百姓 因为司马昭在出兵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我们是 举大众以屠城 那就是说 我们要打 就打个彻底 他又不投降 我们就给他来个屠城 屠城在律上是多悲惨的一个事 所以刘善 考虑到 如果曹魏真屠城了 那肯定他要打不过曹魏的 那老百姓得死多少人 与其那样 不如投降 所以第二种意见 认为刘善是比较明智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刘善是 宣布了他最后的决定 投降 刘善的一个儿子 北帝王 刘战 听说他爸爸要投降 坚决反对 后来大家知道 他跑到刘家的祖庙 痛哭 感觉到他的爸爸无能 最后是自杀而死 尽管这样 刘善还是坚决要投降的 而他投降的消息 必须得告诉北方 这时候江维已经预感到成都大势不好 因为他知道 有一支军队已经攻到了成都的城下 你看江维这时候又展示了他军事家的一面 他马上放弃 剑阁 率领军队到达巴东 也就现在四川的东部 他准备从巴东再到成都去救成都之位 所以从始至终 你看江维 他没犯过战争上的错误 只是朝廷不抵抗了 然后派人告诉江维 朝廷投降了 所以这支军队 士兵非常的愤怒 有的人拿着刀 就砍那个山石 表示内心的这种 不服气 可是大势已去 最后江维也投降了 所以蜀汉到此灭亡 蜀汉的灭亡 使得三国的鼎立的局面出现了松动 中国的统一 可以说又向前迈了一步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刘善投降曹魏以后 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司马昭的面前 如何处置蜀汉后主和他的大臣呢 刘在成都害怕他们东山再起 软禁到洛阳依然有后骨之忧 最根本的问题是 刘善不能再有丝毫的复活之念 于是在司马昭和刘善之间 一场试探与反试探的心理较量就此展开 乐不思蜀的成语故事也就由此产生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所以当时司马昭就做了一个决定 把刘善和他原来的那些蜀汉老臣 一块押送到洛阳 使得他们没有后骨之忧了 那么押送到洛阳以后 司马昭对刘善的态度 可以说是宽宏大量 第一没有杀掉他 第二也没有折磨他 而是封他为安乐宫 给予生活上的特殊待遇 后来有一次司马昭设宴招待刘善 在这个宴会上 不知道是司马昭有意还是无意 安排了一场演奏蜀汉的音乐歌舞 应该说是家乡味的 刘善跟他的大臣看了以后 表情不一样 不少大臣应该说看到了家乡的歌舞 听到了香音 不尽热泪盈眶 可是刘善却谈笑自若 无动于衷 这时候司马昭看到了 司马昭就跟他的亲信 那个甲冲就说 说你看 这个人真正无情无义 有谁像刘善这样的 像这样的人 诸葛亮如果不死 也辅佐不了他 结果甲冲赶紧复合 他说 正是刘善这样的皇帝 才让您能够把它灭掉 统一了蜀汉 典型的拍马屁 过了些天 司马昭又见到刘善 他越琢磨你那天的表现 越觉得有点蹊跷 说你怎么这么麻木不仁 他就问刘善 他说 你跟我能不能说说 你现在还思念蜀国吗 结果刘善一张嘴 六个字 此间乐不思蜀 也就是说这个地儿不错 我已经不思念蜀国了 所以这让司马昭极为惊讶 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还真有这样的人 不过这个刘善的话 被他手下的一个大臣 戏政听到了 戏政感觉到 你这个刘善太不会说话了 你怎么说也不至于说这种话 不仅你自己失身份 让人嘲笑 连我们这些大臣都颜面全失 所以他特意找到刘善 这个西政就跟刘善说 说以后如果再有人问你 思念不思念蜀国 你应该这样 你先闭上眼睛 显示你非常思念 然后你再说 仙人的坟墓都在龙鼠 我无日不悲 无日不想 很想回去 你这样说不还有点面子吗 结果刘善说 好我知道了 你甭管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司马昭果然又问起这个事来了 因为司马昭一直想不通 哪有这样的人呢 又问你思念蜀国吗 结果刘善 也是按照习政告他的 我的仙人 我的祖坟都在龙鼠 我是无日不思 无日不想 我总想回去 然后做出一种非常悲伤的样子 就司马昭一听 你这话跟你首相的大臣怎么说的一样 结果司马昭就问 你这个话怎么说的跟戏政一样 结果刘善说 诚如遵命 他交给我的 按我们今天说整个一大傻子 是吧 所以这个事 就是千古流传的 所谓此间乐 不思蜀的这个故事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成语 让大家觉得司马昭既可恶又可恨 乐不思蜀的故事 让大家觉得恶斗既可笑又可怜 近两千年来 无能与呆赏成了恶斗的形象标签 那么历史上的恶斗 真的有这么温庸吗 孙立群老师又会为我们揭示出 乐不思蜀背后什么样的秘密呢 你们怎么样评价这个事啊 我想 从两点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第一 这个通过刘善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人头脑简单 昏庸无能 只要有吃有喝 一切的痛苦 他都可以忘掉 甚至国家 在他脑子里都不算个事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刘善真是个恶斗皇帝 由于他自恶斗 所以后来在咱们的成语当中 就有一句 扶不起来的恶斗 就指他 是指这个人 没本事 没志向 干不成什么事 所以 这么多年来 刘善就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 没有情感 呆头呆脑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再换个角度说 刘善 未必是这样的 刘善之所以说出来这么一句 呆头呆脑的话 应该说 他有他的用意 他的用意 我们现在可以分析 就是为了保全自己 当然 他的境界不高 用这种发傻的话 让司马昭感觉 你是个笨蛋一个 没有野心 没有志向 不再怀疑他 也不想再对他进一步整治了 他可以得以安生吗 所以刘善活的时间很长 他活了65岁 到了272年才死 其实前人已经注意到了 在三国志里 也有些记载 并非杀到这个地步 你比如说 当时刘备 刘备 还没死的时候 就听说 诸葛亮 曾经称赞过 刘善 诸葛亮跟当时一个叫 社军的人 说刘善这个人 是质量甚大 增修过于所望 那就刘善 我跟他接触过 说这个人有心胸 有一定的智慧 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 他这个才能 刘备听了这个话以后 非常高兴 刘备说什么 神能如此 如富何忧 免之免之 这是刘备感觉到 你看 诸葛亮都说 咱这儿子还不错 是吧 还不至于这么傻 所以刘备高兴 所以如此说来 也许刘善 未必就是这么一个 呆头呆脑的人 只是客观条件 办法施展才能 也就是蜀国 地处偏僻 国力 兵力 财力 都不行 所以他无法跟吴国 为国竞争 所以他充气量 就是一个能够维持局面的国君 所以他在蜀汉 当了近四十年的皇帝 大家想 如果确实是个大笨蛋 我估计他也维持不下去 是吧 所以我说他属于中国历史上 皇帝哪一类 我有时候把皇帝分成四类 明君 暴君 昏君 雍君 大家说他是哪一类 雍君 没什么大作为 但是太坏的事也不干 是吧 所以他此间乐不思蜀的故事 实际上他也是一种 保存自己的一个谋略 不敢说是大事若愚 起码讲 有一点智慧在里面 是吧 所以司马昭灭蜀汉 不仅扩大了曹魏的版图 也使他自己的权势继续上升 这百六十四年的春天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执掌曹魏大权已经十年了 那么取代曹魏的时机越发成熟了 司马昭是不是最后取代曹魏呢 在这过程中 司马昭又做了什么事啊 我们下集再说 谢谢 司马世家族虽然实际掌控着曹魏政权 却一直没有改制成帝君与天下 可是到了司马炎的时候 为什么崩溃路转 开启了西晋政权的历史呢 司马炎又是凭借什么 昏定了偏安东南的东吴政权 实现天下归一的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第八集 天下归一